圈地饥渴症与Slam恐惧症 Slam及贫民窟 作者秦辉 如今的农民问题说复杂非常复杂 说简单也可以说非常简单 就是农民的数量要减少 农民的权力要提高 离开这两点 尤其是后一点 无论本意初衷多好的主张 在事件中也会被扭曲 例如扶贫变成扶贫困献财政 提高农民收入变成官逼民妇的假肾灌 肾头的肾灌该的灌 调整种植业结构 变成乡村干部熊啾啾 只管种来不管收 农民兄弟气昂昂 又骂爹来又骂娘 公司加农户变成公司坑农户 两田制变成变相剥削农民部分土地 并提高承包费 税费改革陷入黄宗西定律怪圈等等 城市化也是如此 应当说从20世纪80年代主张农民离土不离乡 企图以村村点火处处冒烟 实现农民就地转业 来超越城市化阶段 倒提出以发展小城镇为主的中国式城市化 进而到近年来认识到大中小城市并举的一般性城市化 不仅是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共性 同时也是解决我国农民出路问题的重要途径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与实践的进展是很大的 但是当前的城市化也确实存在许多问题 一方面 许多地方城市化成了一场政府发动的造成运动 为追求行政升级 安崖涉官 而一窝蜂地要求乡改镇 县改市 市升格 为彰显政绩发动市政建设大跃进 大搞形象工程 城际工程 而在许多乡镇地区这样的造成运动 又免不了要向农民头上寻找渊世积累 以小城镇建设改善基础设施为名 实行集资摊派 造成农民负担加重 乡村财政恶化 量级债务增加 更有甚者一些地区还搞起经营城市的怪招 实际政府经营房地产以便涉租所供 多方创收 运用政府权力 协造成运动之势 以开发为名 大量圈地 廉价争之于农 高价卖之于商 从中大捞一把 人称卖地财政 于是本来应该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 使庄稼人受益的城市化反而成了对农民的一种索取 但是另一方面 多年以来由民间主动的农民进城 农民造成之潮 如今虽然口子越防越大 政策日益开明 形式上的户籍管制已明显放松 许多地方如今基本上是有钱就能买到城市户口 然而由于如今城市中社会保障体系未建立或者不完善 旧体制下的社会等级制 例如市民与农民之别 在改革中逐渐变成了单位等级制 好单位与差单位 即无单位者之别 旧时的市民特权已基本上为单位特权所取代 没有单位依托的进城者 即使有了一纸城市户口 依然很难说有多少权益可言 这一方面表现为如今许多城市的户口出售 尤其是另侧性质的蓝印户口出售遭到冷遇 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包括进城的前农民 与都市中一部分原有边缘人群的许多合法权利和利益 常常受到侵犯 如今不仅管理部门 我们的一些学术工作者已在有意无意地渲染 贫民窟恐惧症 对都市下层形成的不雅观街区过于敏感 其排斥的力度常常超出合理的公共秩序的需要 主要是治安秩序和交通秩序 而更多地变成一种维护皇皇帝都庄严气象的需要 当然 世界上没有谁会喜欢都市中存在着不雅观的穷人街区 即Slam 汉译通常为贫民窟 不仅任何社会中的管理当局都希望自己的统治中心 外形壮观秩序严明 现代进步的民权运动也往往将Slam视为社会病 而要求政府寻求解决之道 当年美国民权运动中雅各布·里斯在明文 与贫民窟作斗争中 发出 要么我们消除贫民窟 要么贫民窟将我们消灭 二者必居其一的呼声 几乎与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 我有一个梦齐名 但是民权运动要求消除Slam现象 主要是要求政府尽社会福利的责任 而非鼓励政府行使驱赶的权利 更不是要把Slam下层聚落 变成Squatter非法聚落 在当代都市社会学中 Slam和Squatter是两个有联系 但并非统一的概念 我们的一些读者把前者移作贫民窟 而把后者移作彭户区 也有一些人不加区分地 把两者都叫作贫民窟 但实际上贫民街区固然古以有之 Slam一词却是十九世纪才进入英语的词 该词语言至今不明 十九世纪初其词意本来是 背向背街的房屋 引申为偏僻、狭小和阴暗的住所 约1825年前后 它逐渐被用以专职 因工业化进程 大量进入城市的下层人民聚居区 当代词书一般解释为 人口稠密的城市下层街区 以拥挤、肮脏、破败、贫穷 与社会混乱为特征 而Squatter来源要古老得多 它的词根Squatter起源于古拉丁语 Squat 以为打击 转译为强曲 在中世纪英语和法语中 它已逐渐特指非法占地、非法居留 不付租金而占助 近代以来在公民社会中 这个词作为街区的指称很少见到 但当代由于偷渡、难民、传民等 非法入境者增加 在一些移民管制较松的国家 许多城市也出现了 非法居留者街区 由于难民、偷渡客大都是穷人 因此非法居留者街区 通常也以脏乱差著称 而具有贫民窟的外观 但在本质上 Slam和Squatter是有区别的 Slam的居民只是贫民 而Squatter的居民在很大程度上是贱民 前者与都市主流社群 虽有很大的经济鸿沟 但在法治社会里 并无基本公民权利与身份等级之差 而后者固然缺少财产 但更缺少的是基本人权和法律保护 前者是救济帮助的对象 而后者只是歧视、排斥与驱赶的对象 显然如果说Slam是一种不良现象 那么Squatter无疑更为不良 现代公民社会的都市 并不是都能消灭Slam现象 但除了非法入境者收容区之外 在本国公民中不大可能形成Squatter 对本国公民的贫困者街区 像对待非法入境者那样采取驱赶 拆毁、强制遣返等压制性 而非救助性措施 应当说是十分罕见的 在当今世界上 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 以没有贫民窟铸城 瑞典是个高税收、高福利的 民主社会主义宪政国家 拥有发达的社会市场经济 公民可以自由迁徙择业 全国几乎没有成像差别 该国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 高水平社会保障制度 公民住房也在它的保障之下 斯德哥尔摩市区近70万人口中 10万富人在缴纳高额累进所得税后 仍然有能力拥有各式花园住宅 其他人住在公寓楼里 极无贫富之别 平均不到两人 就有一套多居室住房 分布在规划的很好的 29个住宅区与6个卫星城 公共设施配套 工作、生活、文化服务三结合 以整洁、方便、舒适著称 尤其是人均拥有地下车库面积 惯于全球 是斯德哥尔摩居民区 绝无发达国家城市常见的乱停车之比 显然 迁徙自由与宪政民主条件下的福利国家 我们至少现在还做不到 因此要求中国现阶段避免斯拉姆现象 也许并不现实 因斯拉姆恐惧症而实行禁锢政策更不可取 我们不应因为没有给穷人福利 就干脆连他们的自由也一并剥夺 与许多发展水平相似 乃至更高的国家一样 中国现在无法消除斯拉姆 并不丢面子 重要的是 我们不能把斯拉姆当成 斯科特尔来对待 20世纪20年代 我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奠基人 陈汉生有句名言 误人所谓之都市 其性质不似city 而如今我们不管是要搞小城镇 还是要搞大中城市 当然都是要发展city 近代城市作为新兴文明载体 从西方中世纪末期的背景下兴起后 它的最本质的特征是什么呢 就是那句著名的中世纪谚语 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 现代化性质的城市化 不仅意味着聚落规模由小变大 产业结构由农而工商 更重要的就是前述那种 城市空气的形成 走小城镇化的道路也好 大中小城市并聚也好 没有这种空气 都不能说是城市化了 我们清华的老校长 梅宜齐有句快智人口的名言 大学者非有大楼之位也 乃有大师之位也 如今我们同样可以说 城市者非有城区之位也 乃有市民之位也 靠行政圈地 卖地财政 造成运动 政绩工程 是无法形成市民社会的 而对于工业化 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 Slam现象 只有通过维护平民权益 而不是侵犯他们的权益 帮助他们 而不是歧视 驱逐他们来解决 圈地饥渴症 与Slam恐惧症 都是应当治疗的